在咱们要去做这个差距步子的调参时候啊 刚才说了就是我们不能啊 就是一次去调节所有参数 这样呢要调节种类啊太多了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这样 就是固定其他参数不变 去调节啊某一些参数 那你说某一些我是调一个 还是调两个还是调三个 这样咱们都是这样的策略 就是比如说你选择了一组处的参数之后 你发现啊这些参数当中 有些参数是控制着模型的复杂程度的 有些参数呢是控制采用策略的 有些参数啊是控制你的学习率的 那这些啊是不是说他们控制的东西不一样啊 那我们也就可以啊分组的来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要分组去做的时候啊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有分了五部分 第一部分来说啊就是我选择一组初始的参数 初始参数啊咱们刚才视频给出来了 有这样的一个初始的参数 然后初始的参数做完之后 咱们接下来就是要一部分一部分去调吧 我们一个来看一下 第二次调的是什么 第二次我要调的就是竖模型的一个复杂程度 在这里呢主要这两个参数来控制着 竖模型的复杂程度 一个是深度 一个是节点的一个权重的一个核 用这两个值啊可以控制着竖模型吧 所以说第二步啊我想观察的就是说 竖模型是应该复杂一些还是应该简单一些 对我最终的结果啊它能够更好一些 这个就是我的第二步 然后第三步呢第三步啊调节这个杂姆值 杂姆值啊相当于什么 我的一次分裂至少啊达到一个什么呀标准 我才能去做这样的一个分裂任务吧 这个杂姆值啊也是我们可以自己啊来进行指定的 所以说呢第三步啊去调节的是这个杂姆值 杂姆值呢也可以啊降低我模型过你和这个问题的 然后第四步啊第四步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啊 我们有一个采样的策略吧 那采样策略当中就是我们可以按行也可以按列都可以去选吧 所以说啊我们把它要做成一个组合 在第四步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就保证比如说第二步第三步啊 我已经找到了最合适的两个参数分别是什么了 那我第二步第三步啊就固定下来了 相当于是他们就用那个最合适的参数就可以了 用之前调好最好的我保持不便 然后呢我去调节这个第四步 看一下我的一个第四步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值啊 它是比较合适的 这是我第四步调节我的一个采样策略 然后最后啊就剩下这样一个第五步了 第五步的时候啊咱们还差什么 还差一个学习率吧 说是学习率啊 其实上就是一个数模型 我用它的一个百分之多少来加到我前面的一轮当中 这个意思 所以说啊现在啊咱们就是这样几步走 分账几步走的时候啊 我们就来看一下 对于不同的一个参数值 对我结果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然后这块啊首先啊 我先指定了一个tragibus的一个类 指定一个类的原因在于什么 因为一会儿啊 我们要构造的模型的一个个数 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说就是你每次去构造 然后构造的时候你需要做个什么 先去训练 然后再去做预测是吧 有就是这件事啊都会用到 那你说你都用这件事啊 你封装成一个类 是不是方便一些啊 相当于啊写了一个帮助的一个类 在这个类当中啊 其实可以看一下 就是首先来说啊 就是在这里我们调了一些默认参数 默认参数当中啊 就是指定了我们当前要不要打印信息值 然后呢随以种子是什么 以及啊咱们当前的一个损失函数 应该用什么来去指定 相当于就是所有模型啊 这些参数就是有一些参数啊 都是固定的比如说随准种子你会变吗 永远都不会变的 因为咱们要来衡量它的结果嘛 随机的都是就是相同一种随机 然后目标函数要变吗 目标函数也不需要变啊 是吧 所以说要把打印值也都固定下来了 这里咱们不打印啊 因为这颗打印值看起来就一长串一长串 太多了 所以说看着就比较这个 就是比较臃重 所以说就不打印这个值 然后呢咱们就是先固定啊 这些不会变的东西 相当于啊这是一个初始化的参数吧 所有的模型啊都会初始化这样一个参数 然后呢一个fit函数啊 你看fit函数里做了什么事啊 把我的x和我的y啊 先做成一个dmatrix格式 然后呢用我当前的一个参数啊 去训练我这个数据集啊 这就可以了 你看一会儿啊 咱们需要往里传参数的 用当前这个参数啊 去训练我的一个 差距不死模型啊 这就可以了 然后呢protect 我去预测一下 预测也是一样吧 我也给它写成啊 这样的一个函数 交叉印证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然后画一些图啊 然后得到反位参数 这些啊都是一致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啊 就是可以把我需要的一些 就是常用的 一会儿你要建模都会用到的 写成一个帮助类 这样呢一会儿啊 咱们在建模的时候啊 就相应来说啊 比较方便一些啊 是做了这样一个事 然后呢在这里啊 咱们就来看吧 在这里我就是指定了几个衡量标准 衡量标准来说啊 咱们这块就是 有一个 这是什么 这种衡量标准 跟指线一样的 这我就不说了 然后接下来 我要去做 就是当前啊 我们的一个基准模型 基准模型已经做完了 这个我们也不说了 然后咱们来看 直接看第一步吧 第一步是什么啊 第一步 咱们刚才说基准模型啊 这块 第一步就是我的基准模型 这块应该这样的 基准模型 基准模型刚才已经看完了 这个咱就不看了 1218那个东西 然后第二步是什么啊 第二步要看的就是 嗯 树的一个复杂程度 对我的一个结果的一个影响 然后呢 我先去调它啊 因为树的一个模型啊 在我蓝眼觉着 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的复杂程度啊 可能比较大的 这又出口又弹广告了 哇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广告 我跟你说 真狠啊 这个广告关你都关不上 你必须点进去 你看 你不点进去啊 它根本都不让你关 和这个东西 现在就是我一看广告 我这个广告全是这样 开局一把刀 装备全靠抢 开局指车和小官 怎么发展全靠你自己 这些广告 我的天 一天天能够弹着一百多颗 然后其实啊 我真想好好戏 我就想看看 这个网页游戏啊 弹这个广告 说的这么牛逼 到底玩起来什么样子 但是一直也没时间啊 去玩这个事儿 然后现在 我看 就是几大工商啊 就是什么 这个小米 网易 腾讯 他们都在出这个吃鸡手游吧 基本上是同 算是同一个时间点吧 小米先出的 网易第二天出了 腾讯可能今天也要出这个东西 他们都抢着去出这个吃鸡手游 这个东西 也是蛮有意思啊 看又一会火了 这几个人啊 他们都是 都是这样 谁先做出来 谁先捞低笔钱嘛 然后我大概 看了网上几个介绍 其实我想去玩一玩 但是一直也没时间去下 我当时我感觉 应该都是类似的一个操作 我也比较感兴趣 对这些手游来说 不说这些事儿啊 咱们来说调残啊 怎么扯这块 然后对于这个 差距布子来说啊 在这块 是不是我要调节 第一个东西啊 竖的一个节点 节点的一个深度 和我节点的一个权重值吧 那在这里啊 咱们来看 就是首先啊 需要指定的 就是最大的一个深度 在最大的深度当中 我们需要指定成多少啊 一般我们认为啊 就是哎呀 这个你别是太大 也不能太小 你说三层以下的数 嗯 见的多吗 见的不多吧 三层以下太少了 所以说 我们从四开始啊 最少是四层 最多是九层啊 先做这样一个事儿 来看一下 然后呢 咱们节点的一个权重项 相当于啊 就是数的一个停者策略嘛 这个啊 我们也指定个值 这个值啊 也没有太多固定的说法 咱们随便啊 拿出来几个值 来试一下 那这里我们来看 当我们去试的时候 这一块是有 就是数的深度啊 它是有五个候选值的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的数的什么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 正责化的一个 呃 就是指定的一个限制标准 是有三个值的 那你说你接下来 一共是有 要建立多少模型 五乘上三 一共要建立15个模型吧 哇 那你说你要建立15个模型 你需要多长时间啊 这个时间就多了 那单单是15个模型吗 咱们不要忘了一点 还有什么 还有交叉验证啊 交叉验证你要做个三折的 那就15乘3的45啊 这也就是跟大家说了 为什么说啊 咱们就是两个两个条 或者一个一个条 因为啊 咱们这个迭代的一个时间来说啊 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 这个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数据集啊 我们去做的时候 可能感觉 哎 等一个半小时是比较容易解释 那你说你构造45个模型 如果说每一个模型都需要一个小时呢 那就是45个小时啊 两天啊 这个时间啊 就太长了 那这只是45啊 你要5的5次方啊 这在外面算的是吧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 SKLearn当中啊 有个GracerCV 所以说呢 我把我交叉验证啊 拿过来 然后呢 里边传进来的啊 就是我的一些基本参数 还有呢 我的一个交叉验证 还有我评估的一个标准 这就是我的一个基础模型啊 怎么去做的 然后啊 就可以得到当前的一个节目值了 在当前的节目值当中 我看 啊 花多少时间 花了30分钟啊 我天啊 这个时间还蛮长的 然后大家执行啊 估计跟我时间也差不多 这块可能稍微的等一等啊 或者说 如果说你不想等啊 只想去看一下效果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参数啊 写的小一些 交叉验证啊 写个3 这样咱们速度 是不是就快起来了 可以做这样一个事情啊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吧 就是平均的一个结果吧 啊 这个平均结果来说 它这个 就是SKLearn当中啊 这个就是什么啊 它的GracerCV啊 返回的在XGP当中啊 返回是个复值 它的原因啊 就是 其实上咱们这么想啊 就是复值 咱们就把复号不看了 老外思维啊 跟咱们不一样 他们认为啊 就是复值 朝着一个0方向 去前进 比较合适的 咱们的思维就是 一个正数朝着0的方向 前进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说 这个思维不一样 但是不应相啊 咱们就按照正数去看啊 不认为它是一个复数 然后最好的一次啊 咱们来看吧 一开始就是 1243 对应这一组参数吧 后面啊 就是1.2的结果 随着 你的一个参数的变化 咱们结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吧 那最好的一次啊 这答案出来了 最好的一次的结果啊 就是最大深度是等于8的 然后最小的一个权重数啊 等于6的 这样呢 我就得到了我的第一个结果啊 相当于是把咱们啊 当前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损失值 给它得出来了 一开始啊 它的一个损失值 是等于1187的啊 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值 那接下来啊 咱们就来看吧 这里说 你说你交叉印证 选择出来了一个合税值 那是不是说 我们接下来 在用这个合税值啊 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当前得到的一个结果啊 在我的一个模型法程当中 哎呀 我们知道了 当前网格搜索 格式的CV 这不就是一个网格搜索吗 在网格搜索当中啊 最大的一个深度是什么 然后健全数是什么 对应的一个损失等于什么 这样啊 就是说 我得到了当前的一个结果 得到当前结果之后啊 这块就是 我还可以把当前结果啊 给它画出来 画成啊 咱们非常简单的一个 热度图的形式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热度图的形式当中啊 就是X手术和Y手啊 分别代表着 我两个候选的一个参数啊 然后在我候选的这个参数当中啊 我就是看了一下 我节点的一个权重项 和我最大的一个深度 不同的情况下 哎呀 对应的值是多少 然后呢 越浅的一个颜色啊 对应的值是越大的 越 也不是最浅最深吧 就是不同颜色的差异吧 这周图画的可能来说 颜色可能跟大家 喜好标准不一样啊 大家喜欢用什么颜色啊 到时候再用一些 自己喜欢颜色吧 然后给你看就是说 看吧 就是说对于这种最绿的颜色 然后 我们得到损失就小的吧 所以说啊 接下来我用哪块 接下来我就用最绿的这块 最绿的这块 它对应这一个参数值啊 是等于什么的 我就用这个参数值啊 得到一个结果就可以了 所以说在这里啊 我们通过一个网格数据结果 看到了 咱们改了这两个数的一个复杂程度啊 会使得我们的模型啊 效果发生个提升吧 虽然说提升 提升怎么样 提升其实差异还蛮大的吧 从一个1224提到1187 这个结果啊 差异还是蛮大的 所以说这个参数啊 也是当我们在用差距boss当中啊 基本上是一个必选 而且上通常情况下 都是第一个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 第一个我们对比了一下 什么样的一个复杂程度啊 数的复杂程度 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参数值 谢谢大家